睡觉 水饺 杯子 杯子 时诗 事实 礼子 栗子 礼子 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的四个声调 在汉语里 声调有区别意思的作用 我们先来学习一声 一声是最高的 啊 怎么找呢 你可以自己试试这样 Do-Re-Mi-Fa-Song 啊 二声 请听 啊 啊 啊 读二声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在问问题 啊 really and you 嗯 啊 三声啊 啊 啊 读三声的时候 可以找到最低的音 啊 我们来试试 啊 四声 从上到下 啊 啊 你可以想想 你生气的时候 也会说 啊 现在来跟我一起读一下吧 妈妈 爷爷 奶奶 爸爸 你学会了吗 声调比较难 一定要多多练习